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78%左右的这个P&L 那也确实让我的这个空单 吐回了不少的这个获利 不过这个反弹都依旧还是 expected的啦 就是在我的希望当中的 就是还不算很严重 那目前呢 比较币的价格呢 是来到了这个很关键的 这个主力价位 那之前是一个很强的 这个支撑点嘛 对不对 这个价格 那现在这个价格呢 已经转换成为一个主力价位了 那昨天以太币的行情呢 则是大爆发 从最底部的3976的这个价格呢 一度反弹了差不多 快到340美金的这个价格 一度涨到最高呢 去到4315左右的这个价格 涨了一个差不多8.57%的这个P&L啦 但是我在以太币没有做空 而且我也没有叫我的会员们 去做空以太币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接下来可以有什么样的操作的话呢 记得把这部影片看完哦 在影片开始前 请把我点个订阅 点赞 并且分享 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知道 让他知道呢 现在的这个行情趋势呢 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先打开天图 EMA10跟20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红线呢 依旧还是在上面 那蓝线呢 依旧还是在下面 那大家这里可以去 时刻关注一下 就是这个 红线的这个价格呢 是在61400左右 这个价格 那这个蓝线的这个价格呢 是在差不多 60700左右 这个价格嘛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走势啦 如果接下来 价格能够突破 这个很强的这个Mundi Level 也就是这个 月线级别的这个主力点的话 它就很大的可能呢 会继续往上涨嘛 那涨涨涨涨涨涨 就一定会涨到来 这个EMA10跟20左右 这个价格 多多去关注这个价格 看它会不会形成这个 很强的这个主力点的这个作用 那我们常常都知道嘛 在牛市当中呢 EMA10跟20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让我们去半路上车的 这个indicator 所以在熊市当中呢 也算是呢 一个蛮不错的 这个indicator 让我们在半路呢 去上车 也算是一个呢 如果你在底部有抄底 那涨到这里来呢 这里是一个你需要非常密切 去关注一个主力点位 因为EMA10跟20呢 是一个我们非常注重 会去看大方向的这个indicator 所以它非常的至关重要 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去 多多关注这两个价格 OK 那目前按照EMA10跟20来看的话呢 我还是依旧比较偏向于看空啦 因为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一波量能呢 都依旧还是空方比较强大的 就是 even都是昨天这个反弹 你可以看到它的量能呢 只有这样子吧 都不到这个量能的 这个一半啊 昨天这个反弹呢 它虽然是反弹了 但是它的量呢 没有很大 它的成交量没有很大 所以还不是一个很强势一个 多方的一个攻击 所以我也没有建议我的会员们呢 在底部这里去抄底 而且我也没有建议 就是我的观众们 去这个底部自己去抄底 因为我觉得 就它会往上涨的这个现象呢 是比较小概率会发生的 那我在昨天影片里面有讲到就是 它比较大概率会往下跌嘛 对不对 但是它依旧还是会往上弹 因为都已经跌了这么多了 你给它反弹一下 你觉得不正常吗 对我来讲 我是觉得很正常啊 就是都大跌了一个这么多的这个幅度了 那只是小反弹一点 进行一个小回调吧 那如果你要讲这个 只是这一波牛市的这个小回调 那也是也是有这个道理啊 也是可以这样讲啊 但是我按照这个 MH 跟20来看的话呢 我都还是会比较偏向于看空 就是我不会有自己的这个opinion 那有一句话就是说 因为market is always right opinions often aren't ok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市场永远都是对的 那我们的这些观点 自己的这些看法呢 有时候呢 通常都是错的 ok 我有讲过我比较偏向于看空 但是我也不是去说哈的去做空 不是all in的去做多 而是看到有一些好的价位 有一些良好的反应 良好的机会 我就会去做空 就比如说这个60千 那这个60千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那时候这里是一个 很强一个主力点位嘛 对不对 价格已经跌下来了 那进行一个小回踩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 他一定是很大概率会往下跌 所以我也在那边去做好空 而且也有建议我的这个钻石段位 跟我的王者段位的这些会员们呢 去做空 那他们也从中去获得了一些 不错的这个获利啊 所以呢讲到底 目前依旧是比较偏向于看空了 按照MH 10跟20来看 因为价格呢 还是站稳在MH 10跟20底下嘛 他这一波反弹也没有反弹 直接反弹回去 MH 10跟20之上 也没有把蓝红线交叉回去嘛 对不对 这个是按照MH 10跟20来看的这个大方向 目前都依旧还是比较偏向于看空 那看完了比特币的天图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打开比特币的这个 4个小时图 那这个比特币的4个小时图呢 昨天呢 我是有告诉大家 它很大的概率呢 会往下跌 OK 往下跌 很大的可能呢 会跌去53200的这个价格 但是呢 它没有跌耶 反而反弹 OK 那这个阻力点位 我也有告诉大家 就是它如果往上反弹呢 它会反弹来到这个58400左右的这个价格 那也确实它反弹到这里了 经历了3个4个小时的Candle呢 都依旧还是不能正式的突破 那更何况 这个只是一个hourly level 也就是一个小时级别的这个阻力点位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成交量呢 也是在往下跌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多方呢 在展开攻击呢 是多么的没有力 OK 那这个是按照indicator跟我讲的 OK 目前呢 价格是依旧 还是不能突破这个58300左右的这个价格 目前都还是在缠绕着这个主力点这里 那我自己的这个多单到现在都依旧还是别关了 那我的多单是从60400左右这个价格开到现在 那也就差不多在这个主力点啦 这个6万大关 这个很强的这个主力点这里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会在这里去开 就是因为只要你开了过后 你抓到一个很好的开头之后呢 接下来你只要设好防守之银 让这个profit呢继续的run 那只有他真的能够呢 往上反弹 这样子我认了啦 这样无亏损出场 我也没有任何的损失 那我只是少赚一点吧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继续往下跌的话呢 我就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价格优势呢 去加仓 一直去加仓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的这个交易理念 而且就是我一直带给大家的这个概念 就是要达到爆赚呢 首先你一定要有这个勇气呢 在好的机会去争取这个好的价格优势 然后再从中呢获得这些好的机会的时候呢 去加仓 去扩大你的这个获利能力 所以呢 目前按照这个support resistance来看的话呢 目前价格是来到这个 不是很强的这个主力点位 也就是这个hourly level 这个小时级别的这个主力点 OK 在58300左右的这个价格 那目前价格是还没有突破啦 所以目前呢 按照大方向比较抗空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 那我依旧还是觉得呢 价格依旧接下来还是很大的可能呢 会往下跌 那就算他没有往下跌的话呢 他往上涨 突破这个小时级别这个主力点 那接下来他就很大的可能呢 会来到这个6万块的这个大关 也就是这一个weekly level 就是这个周线级别这个主力点位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之前这个点位呢 是act成了一个很强的这个support嘛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呢 如果他转换成为一个主力点位的话呢 他就会也有很大的这个可能呢 会act成一个很强的一个主力点位 那大家也有看到 就是接下来价格如果往上涨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价格也很靠近这个EMX10跟20 所以这里呢 就会是一个双重主力点位 也就代表说接下来价格呢 没有这么容易呢 可以往上突破的 那如果你是有在底部这里去抄底去做多 或者是买入现货的话呢 我建议你最好是设好你的防守指引啊 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止损呢 放在你的进场价位 那如果价格接下来真的是往下跌的话呢 你至少呢 就是无亏损出场 因为毕竟你现在是逆着trend操作嘛 就是逆着这个趋势操作嘛 所以是有很大的这个风险的 而且如果你在这个顶部这里啦 去拉这个Fibonacci Retracement的话 你可以看到 非常的漂亮的这个分析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里价格直接动到了这个Fibonacci 0.618之后呢 接下来呢 就来了一波反跌 那大家可以看到吗 目前价格都依旧还是不能突破 这个双重主力点 这里其实是一个双重主力区 所以价格接下来呢 也是没有这么容易呢 可以突破这个区间 那大家接下来可以去多多关注呢 这三个价位的这个行情趋势 那看完了比特币的分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打开以太币的这个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打开ETH的天图 EMA10跟20 那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呢 红线都依旧还是在上面 然后蓝线都依旧还是在下面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价格目前是在哪里 目前蓝线跟红线的这个价格差偏呢 没有差多少 就是只差一个差不多20块左右 这个价格 红线是在4388这个价格 那蓝线是在4367的这个价格 那目前按照EMA10跟20来看的话呢 都依旧也是比较偏向于看空了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价位啦 因为接下来呢 会是一个很强这个阻力点位 那由于目前的价格都依旧还是 占往在EMA10跟20之下 所以也是比较偏向于看空 那看完了这个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打开4个小时图 那在4个小时图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实以太币昨天是蛮强势的 就是价格呢 很强势的一举接突破了 这个4180这个阻力点位 也就是这个daily level 日线级别的这个阻力点 那价格突破了之后呢 目前盘整了 差不多快要12个小时了 那如果接下来价格再继续往上涨的话呢 就很大的可能呢 会前往挑战这个4370的这个价格 但是呢 这个前提是什么 就是他要先突破这个小时级别的这个阻力点位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个小时级别的这个阻力点位 那价格到现在呢 还没有正式突破啦 就是还没有站稳在上面 就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里虽然是有一个小突破 然后有一个小站稳 然后又跌回到这个小时级别的这个阻力点之下 那目前算是有一点突破啦 但是要看一下这个下一个小时呢 他会不会站稳在这个阻力点之上 那如果他站稳的话呢 那就很大的可能呢 会前往挑战4370的这个价格 那如果接下来这个是一个假突破的话呢 价格就很大的可能呢 会继续往下跌 然后再次测试这个4180左右 这个daily level 也就是这个支撑点位 所以呢 目前比特币跟以太币呢 都处于在一个 就是价格上面呢 有很多这种呢 阻力点位的这种状态 所以这种上面这种状态呢 我们就叫他多重阻力区 OK所以就是呢价格突破一个区间 但是接下来呢 很快又会迎来一个阻力点位 就像这样子的这个状态 突破之后呢 又会迎到这个阻力点位 突破之后呢 又会遇到多一个阻力点位 就是困难重重的这个概念啊 所以目前看完了这些indicator的时候呢 目前短期之内呢 比特币跟以太币呢 我都依旧还是比较偏向于抗空啦 OK 我会比较prefer去找机会去做空 那很多人可能会说 现在去做空很危险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跟着趋势前进更危险 那也不是说你不能去逆市操作 不能去做多 不能去买入现货 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有你自己的这个独立思考 独立分析 你觉得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价格 去买入跟去做多 还是可以的 OK 只要有良好的风险管理 好让自己亏损了之后 还有本金继续去市场里面奋斗的话呢 你都可以去做这些正确的这些操作 所以今天呢 这个deleteupdate呢 就到这里为止啦 那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呢 对你很有帮助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记在底下留言 有帮助 有帮助 OK 刷起来有帮助 刷起来刷一波有帮助 那如果你喜欢这一系列的这个走势分析影片的话呢 你觉得对你每次的这个分析 有很大的帮助 有基于你这个很明确的方向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记 帮我点个订阅 点赞 而且分享 还有千万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这样子才不会错过我的emergency update video 那如果你想要加入的这个会员社群的话呢 可以点击这个频道旁边的这个join button 也就是这个加入的这个按钮 OK 那目前呢 YouTube的这个系统呢 只支援了这个钻石段位的这个付款方式 那如果你是更好学 想要学更多的话呢 想要加入这个王者会员的话呢 可以点击这个 加入我们会员社群的这个链接 点击加入 那加入了我们的会员社群的话呢 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这个加入会员高段位这里 那这里就有这些站队选项和这些月费啦 所以如果你是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击影片底下的这个链接 加入 然后了解更多 欢迎好学的大家呢 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那我也会很努力的为大家创造这些价值 好让大家呢 可以学习到更多 更快的可以掌握呢 在市场稳定获利的这个skill技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里为止 最后呢 祝大家在这个市场里面呢 交易顺利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哦忘记了 祝大家呢 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OK 多陪陪家人 nice 起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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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